TB新计划单黄翠如与资深演员黄二华的女儿黄志勤 还有任意转型成为演员的名模庄思敏一起出席商场活动 现场黄志勤身穿低胸装 附下身子时更不经意露出视野线 快速秒杀黄翠如和庄思敏 但幸好黄翠如有分文搭救 最近被传跟男友肖志南暗地里同居 不过黄翠如就当场否认 要是跟男友连过年也不可以在一起 他应该不可以了 因为在过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巨要响 所以他要双床 所以他工作我完了 很好的分配 近年TVB里面神双成队的荧幕情侣特别多 黄翠如跟肖正男这一对暂时特别高调的一对 不过尽管演艺圈许多流言蜚语 但两人的关系始终没有经历太大的波动 近期两人初次触电的电视剧《湿奶麦》的热播 让大家更加了解两人感情的发展 出席活动前一晚两人更发展到吻戏阶段 让人感叹戏里戏外还真的很难区分 不过尽管是跟肖正男的关系经常被拿来当卖店 黄翠如好像还是认为这些都不是宣传伎俩 表示就算电视剧的收视再高 也不会当众重演跟男友的吻戏 应该不用了 因为昨天已经看完那个吻戏了 所以大家应该没有那个新鲜感 可能几个吸赖一起嘴巴 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不想看 所以没办法了 你觉得有没有狂怀当者做一个恐怖的事情吗 没想过 感觉有一点恐怖 哈哈哈哈 应该 应该不是 呃 真人受不 不好吧 呃 人们都说如果拿来周梢之后就 就没有好的结果了 我不想没有好结果 别人 我优优独播宅 即使 咱们 都说 吻 咕 闸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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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